这几天炎热的秋老虎天气形态即将要转变了 气象局表示今天周一到明天周二 各地天气仍然是维持在晴到多云 温暖又偏热的天气 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 但是到了明天晚上就会有冷空气下降 周三之后呢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桃园以北宜兰多云到阴会有震云 而花莲则是下午会有一些降雨 周三将会是近期水气最多的一天 北部气温会掉到23 24度左右 而这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会有点久 预计到下周一国庆日也会是类似的天气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